嗨,大家好,我是巴刀哥 今天來說說 紓困出爐 弱勢勞工可領3萬紓困金 五大產業可補貼員工每月2萬 全國三級警戒已經延後到6月14日 行政院日前已向立法院提出 紓困特別條例修正草案 要交碼2100億元 並延長期限一年 行政院在26日召開運會拍板紓困4.0原則 將加快對弱勢族群、自營作業者、農漁民、遊覽車、計程車、駕駛等紓困補貼 也將立即加強 寬裂幾類業者、營運資金及薪資補貼 並加快對財固、紓困產業、貸款 行政院羅秉承北市、蘇貞昌指示 此次疫情來得很急 政府要盡快開倉及民眾 幫助大家一起督口難關 行政院院會指在2021年5月13日通過 6300億元 時間延長到明年6月中 讓紓困規模更加大 行政院進行民意 標題主計總處及相關部會 規劃紓困4.0方案 因應本土疫情持續嚴肅 全國疫情警戒升至第三級 政府強制停課 關閉三大營業場所 令應避免群眾聚集 民眾減少外出活動 衝擊 餐飲業、零售業、落運運輸、女樓業、住宿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等內需產業 許多業者營業額減少一半以上 甚至選擇直接停業到6月14日 然而目前疫情今天還會看到降級可能 國發會表示 由於此次疫情影響層面離去年不同 去年因國際疫情 疫情嚴肅 直接衝擊火國傳統製造業 以及受邊境管制職航空、旅行等行業 唯本次疫情主要衝擊本行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所宣布暫停 營業場所及相關受影響產業 根據衝擊成立一定 束褲4.0支援者 包括 插開對個人束褲協助 包括 做事族群自已的業者 濃雲民生活補貼遊玩車 繼承車業者補貼等 加強對產業支持措施 聚集協助受疫情 甚至第三級而暫停營業場所 及相關受營業場所 第幾 寬裂相關營運資金及薪資補貼 加強資源力道 協助產業度過低潮 加碼對產業紓困貸款 並數位分流 簡化申請 提升效率 原有紓困貸款預算持續辦理外 將加碼 性保重資額度 令另外透過數位分流 線上辦理等方式 簡化各部會紓困貸款方案之申請流程 提升效率 個人補貼加碼 紓困勞工可領到1-3萬 孔明星說明 針對個人紓困部分 將關懷弱勢將發生或補助 民眾急救紓困救助機 農民生活補助 自營作業者及無一定部主之勞工生活補貼 以及牛奶乳車 計程車司機 導遊 領隊等補貼 孔明星表示 中低收入戶 加碼 生活補助4,000年 無相關保險者等解救紓困 已經1-3萬元 自營作業者3萬元 申請 資格在由主管機關後續說明 農民現金紓困部分 農民1萬元 漁民1萬元 甲級移工為3萬元 另外導遊領隊級 國旅遊人員 計程車 遊覽車司機等 紓困 補助手機員為3萬元 產業5類補助薪資 每個月2萬元 受影響產業者 原標準為 營業者受衝擊50%以上 補助薪資試乘人上限2萬 並依照產業 每區分 但受 院長 書生倉指定 床寬認定 原則上 包括服務業 觀光輸入業 航空業 教育業 包括社區大學和補習班等 異文 產業 農於名 都將按員工人數補貼薪資 每個月2萬 貸款加碼1000億 數位化加快申請 關於紓困 預算協助部分 經濟部相關措施 將持續做 包含紓困貸款 延長貸款持續做到年度 央行對中小企業貸款 去年總額度 3000億元 這次再加碼1000億元 共4000億元 至於勞工紓困貸款部分 孔明星表示 過去在進行 已經有90多萬人執行使用 後續也規定 繼續推動 前次推出的勞工 紓困貸款 每人額度最高10萬元 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承表示 過去一年 已累積相當豐富的經驗 從雇、家庭、互作室、道庭、企業、 互產業 建立完整機制 全面協助受影響之產業即可 面對此次風波 疫情持續升溫 政府將協助企業 減輕營運負擔或維持營運不中斷 讓國內產業及疫情 仍維持正常生產 並對受此波 疫情將影響 補助薪資 自營作業者 並非固定勞工薪資輔助 以有效肯定國內的就業情形 權力降低疫情 對經濟衝擊 而變成縮謀 蘇貞昌對此 難次紓困 只是要 開槍 忌眾 要盡快 幫助受影響的民眾 一起渡過難關 並且 進行紓困做法則 要加快 加強 並加碼 並且 預算通過後 就可 次數發放 今天 公布的主要 大方向大原則 後續相關部院 將 根據紓困 4.0原則 好啦 今天就這邊啦 希望台灣平安 挺過這波疫情 穩定經濟動能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by bwd6